据日媒当地时间周四报道称,日本政府计划在下个月取消对中国和其他11个国家和地区的旅行禁令。 日媒称,除中国以外,其他11个国家和地区还包括中国台湾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、新加坡、韩国、越南和马来西亚。 目前,日本政府已对159个国家和地区发出了旅行禁令。 日本政府建议本国游客如飞必要获释紧急情况,不要前往上述国家和地区进行旅行。